听说梦见了猪的话会事业进步财源广进 要是梦见了母猪则更不得了 那寓意着财富将积少成多 在首尔开出租车的老吴就梦见猪了 还梦见了不止一头 是一头大母猪带着一大堆小猪崽子们 醒来后老吴迫不及待地跑去买了大乐童 他本来是中年事业遭人诈免 欠下巨款后还锱铛入狱的人生败奖 妻离子散的悲惨生活本以为迎来了转机 却不知经过了这运气爆棚的一天后 竟把他这位逆来顺受的老好人 彻底变成了刀口舔血的法外狂 老吴拉开了这一整天都裁员广进的序幕 乘客络绎不绝不说 还总是遇到打赏小费不要找零的乘客 甚至还有中东土豪硬往他怀里塞钱 这一上午赚的车费可抵得上平时的三天 快交车的时候 老吴还拉到了一位愿意出价一百万 跑一次长途的乘客 只是老吴还不知道 他幸运的不是一百万大人 而是在首尔成千上万辆的出租车里 只有他拉到了这位变态连环杀人魔 乘客卷毛到达上车地点后 老吴非常热心地帮他把重的离奇的行李搬进了后备巷 输入导航地点时 老吴好奇地问对方去木浦港是要坐船吗 结果卷毛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要去偷渡 要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警察抓住的话 老吴也会成为共犯的 老吴没往心里去 还真的以为卷毛这是在开玩笑 一开始他的心情似是不错 加上这一百万车费 他可就凑够了女儿的学费 聊到卷毛不喜欢坐大巴的这件事 他说是因为高中时出过一场车祸 因此伤到了脑袋里的扁桃体 从此后再也没有了恐惧和疼痛的感受 老吴依然没有意识到卷毛的与众不同 于是他掏出了一把小刀 开始近距离展示什么叫真正的无所畏惧 坐在后座的卷毛凑上起来 用小刀硬生生划开了左手的虎口 这可给老吴吓得着实不清 方向盘都扶不稳在高速上知道 当然给旁边的一辆房车也吓了一条 房车一脚油追了上来后满嘴戏巴 老吴知道是自己的失误 他摇下了玻璃后大声向对方道歉 一向叙叙叨叨的老吴被吓到失声 安静了好久不敢说话 反而卷毛突然来了兴致 他说非常感谢那场车祸 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强者 生活都变得开心了许多 就刚才那个房车司机来说 如果骂的人是他的话 他肯定会杀掉的 而且杀人也不是什么男士 用匕首插入声带十公分 他就无法出声了 然后再割开大动脉 一切很快就能结束 前方到达了一个服务区 卷毛提议休息一下再继续行程 洗手间里老吴还在琢磨着刚才的事 一转身刚好撞上了那位房车司机 对方也认出了老吴 毫不留情地给他好一顿痛嘛 老好人老吴点头哈腰陪着不是 卷毛在旁冷哼了一声 房车司机立马转身 想给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点教训 老吴一把拉住了他 却没想到对方甩开了后颈 跟着一个上钩拳 老吴感觉自己窝囊死了 被一个小年轻这样羞辱 也只会一动不动 不过也就几分钟后 卷毛悄悄躲进了那辆房车 司机听到了驾驶室内好像有血 随后转过身去 卷毛完成了第一步后输了口气 等了一会儿后又拔出了匕首 他摸着司机的大动脉 正打算进行下一步给他结束痛苦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竟是突然强势起来了的老吴 他打算跟房车司机好好说道说道 卷毛手握匕首躲到了门后 车里车外空气凝结安静一场 突然响起的微波炉滴滴声打破了绝界 老吴拉起了门把手 卷毛也浑身紧张随时打算出击 就在这时老吴的手机突然响了 老吴躲过了杀人现场 卷毛从房车冰箱里找了点零食 然后不紧不慢地送走了房车司机 想到老友的提醒和卷毛的异常 老吴想让他提前付一点车费 没想到卷毛一口答应了下来 还从兜里掏出了50万剩下的到地方在里 见到了车费老吴心里总算是踏实了一点 再次上路了之后 老吴让卷毛从手抠里拿点要给伤口消消毒 路过了一个广告牌时 卷毛说那个模特很像他的初恋 然后便慢慢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 是那是高中化剧社的成员 也是与卷毛灵魂相弃的恋人伴侣 内心中奇怪的想法都只与对方分享 他们一起做过很多很好玩的事 还一起创作了一个交换小说 专门写如何杀掉对方父母的完美犯罪故事 卷毛以为这一辈子有个如此的知己就够了 可当他送给士纳一份有钱也买不到的礼物后 士纳却突然非常生气地与他分手 卷毛失恋后十分难过 他认为再也找不到如此契合的灵魂伴侣 可士纳的新男友还是个人高马大的体育生 卷毛跑去挑衅却被狠揍了一个 他后来坐大巴出门旅行散心遇到了车祸 等他在醒来后从此失去了恐惧和痛觉 他认为这是一种超能力 于是把士纳的新男友给骗了死了 在学校的天台上卷毛又挨了一顿毒打 不过这次感受不到痛苦的卷毛全程大笑着 倒是把士纳的新男友给吓得不行 最后卷毛掏出了匕首像疯狗一样冲了过去 直到看见了体育生坠落下去 一种奇怪的爽感冲击着卷毛 老吴已经感觉到了害怕 因为这个故事太像真的 至少在此之前 他以为卷毛只是个口嗨的年轻人而已 卷毛继续说起了他的故事 体育生死后本以为警察会找上门 没想到最后却被定性成了自杀 本来就挺聪明的卷毛考上了医科大学 可是诡异的事情却接二连三的发生 他似乎是得了什么心理疾病 看了医生吃了药也不见好准 体育生就像他的另一个人格 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他身边 就比如现在他就坐在后座校了 因为吃的药副作用特别大 卷毛总会莫名其妙地晕倒在各个地方 一次本来去蹦迪的他从公园醒来 有个流浪汉本想偷他的钱包 卷毛爬起来后 大方地拿出了钞票送给对方 流浪汉接过钞票转身响走 却被卷毛从后面推倒在地 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杀人 就连老天爷都好像在帮他似的 及时地下了一场大雨 把脚印指纹冲了得一干二净 老吴不想再听恐怖故事了 黑夜里的高速路上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消遣活动 他问卷毛是不是又在开玩笑 看老吴不信 卷毛掏出了一个小东西 老吴彻底被吓傻了 他弱弱地问这是不是道具 卷毛说这是那个房车司机的手指 刚刚切下来的还热乎着呢 说着还想要送给老吴留个纪念 老吴哪里敢收这么珍贵的礼物 卷毛收起了手指说这其实不是房车司机的 只不过想看他老吴的反应应该挺有意思 老吴此时也不想赚这一百万 他说自己心脏不好受不了如此惊吓 钱可以退 手机和车都能给他留下 还保准不会报警只想赶紧离开 说到这儿倒是提醒了卷毛 他一把取下手机给关机了 当然也不可能放老吴离开 老吴喝了口咖啡后吻了吻声 把车子重新开上了高速 他想起他们出租车上都有个紧急按钮 只要按下去车顶灯就会变成红色一闪一闪 看得懂的人就会帮忙报警 老吴借口微疼让卷毛帮他拿药 然后悄悄按下了紧急按钮 车顶的红灯闪烁了起来 他还在路上不断尝试靠近其他来往的车子 还特意骑着车道行驶想要吸引注意 可是来往车辆只是鸣笛几个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一闪一闪的求救红灯 前方进入了山区 路上突降团物能见度变得极低 终于有车子发现了求救信号 好心的司机给又追了上来 两辆车并排开了一会儿 老吴不敢求救只能用眼神示意 卷毛让老吴抄车 然后便发现对方还在始终紧跟着他们 于是他让老吴把车停在了前方休息站 两辆车一前一后停了下来后 老吴的手摸向了身旁的安全带卡扣 他按下去的同时 卷毛也发现了玻璃反光出的红色闪烁车顶灯 无语无伦次地告诉两个好心人 他拉到了一个连环杀人犯 还让他们赶快帮忙报警 胆子大一点的那位兄弟上前查看 卷毛却早就准备好了空气清新计 他敲了敲车窗让卷毛下车 然后卷毛按下升降开关的同时 打火机的火苗也随之亮起 卷毛下了车 他紧握匕首猛扎蛮 当男人倒在血泊之中时 老吴因为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冲击 只敢呆呆地站在原地 另一位好心人挥舞木棍 可浓舞之下无法得见卷毛的身影 回过神来的老吴赶紧跑到后车打开了雾灯 老吴找出了一把小铁仙准备帮忙 可以转身看见好心人已被揪住了头发 锋利的匕首顺着他的喉尖划过 男人倒在了地上 卷毛则向着老吴走过来 老吴下意识转身逃跑 但不小心踩到了那瓶空气清新计 唯一的武器脱手而出 再回过神来之时 卷毛高举匕首飞升而来 匕首悬空停在了老吴的眼前 带着浓浓腥味的鲜血滴在他的脸上 卷毛接受了老吴这诚恳的求饶 因为他不会开车也没有驾照 放过司机老吴是卷毛唯一的选择 还得赶紧收拾那两位好心路人的尸体 他们把先去世的那位塞进了车里摆好 台下一位使老吴发现这个人还没有死透 于是卷毛拔出匕首准备灭口 老吴跪在地上求他高抬跪手别再杀人 卷毛思索了一下在后备箱里好一顿翻着 然后摁住了老吴的手 他们把只剩一口气的好心路人 装进了后备箱后继续上路 老吴接连受到各种刺激使他的意识开始恍惚 为了让他打起精神好好开车 卷毛继续讲起了他的故事 第一次亲手杀了人后 卷毛感觉自己的人生轻松了许多 他把自己比作上天派来做清道夫的使者 于是从一些边缘人开始入手 接连杀掉了好几个流浪汉和孤寡老人 是没有人关心在乎的人群 所以基本上都被判定成了意外 直到有一天 卷毛在电视上看到了妈宝男允浩 这次卷毛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在他的调查下他发现允浩有个男朋友 于是在校园网上匿名公布了这个秘密 帖子爆火 允浩受到了很长时间的网络暴露 后来卷毛还偷偷给允浩下药让他昏昏沉沉 精神极差的允浩开始出现幻觉 卷毛继续跟踪吓唬允浩 终于允浩不堪折磨 在出租屋的浴室里自杀了 后来卷毛竟然还跑去调研了允浩 在葬礼上卷毛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甚至还忍不住笑出生儿 当然这起案件也被定性成了自杀 此时的高速公路休息区那边 房车司机的尸体被路人发现 大批警察赶过去 刚说完故事的卷毛这边也被交警给跟上 当然肯定不是老吴报的警 卷毛让老吴把钱包交了出来 他拿出老吴一家四口的照片警告老吴 反正他是有病例的精神病 就算被抓 怕了刑最多也不过就是十年 如果老吴不能搞定追来的警察 等他出狱后一定会弄死他们全家 倒霉催得老吴只能自认倒霉 他打开双闪在路边把车子停了下来 卷毛则装起了酒队的乘客一言不发 交警说有人举报老吴开车画龙猜测是酒驾 老吴赶紧解释那是因为捡手机才让车打了话 交警做了酒精测试 还查了他的证件都没问题 本以为危机就此解除 没想到交警又在车尾叫老吴过来一下 原来是后备箱没有关好 老吴假装饰的用力摁了摁后备箱 交警让他重新打开重新关 可老吴呆傻在那一动都不敢动 卷毛在车里已经举起了笔手严正一代 惊险过后继续上路 卷毛嘲笑老吴竟然会害怕十年后发生的事情 老吴诅咒卷毛迟早恶有恶报遭到天前 可卷毛听到这些却并没有生气 他反问老吴这么善良又可曾有过什么善报 最让老吴愤怒的 是卷毛说像他这样善良懦弱的好人 根本无法守护深爱的家人 不管是从前被骗入了冤狱 还是现在这样被卷毛胁迫 都是老吴活该 被激怒的老吴猛打方向盘管进了渣榜 晃晃悠悠行驶了一段路后冲向收费站 卷毛一把握住方向盘两个人开始争强 老吴使劲推开卷毛一脚地板油踩进的油箱 输租车高速冲出了收费站 又画了好几个圈圈冲向了路边围栏 最后在惯性作用下摔进了路边的蔬菜团 一个阿姨正在拿着手机查看手枪使用方法 手枪是她的老友白老板提供的 他们都是失去了子女的心痛之人 所以才会惺惺相惜互相帮助 黄阿姨就是被卷毛逼死的允号妈妈 她一直在追查儿子自杀的真相 一年来也梳理出了不少线索 儿子生前的男友伊登曾说过 好像有人总是跟踪允号 这个人有摸耳朵的习惯 可是因为没有实质证据 只有几段看不清脸的视频 黄阿姨无数次找刑警老郑都无法重启案件 伊登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告诉黄阿姨 还约了她今天在咖啡馆见面 可伊登所在的考试院被人放了把火 造成了八死一伤 黄阿姨感到医院时 遇见了一个医生也有摸耳朵的习惯 她在护士呢 问到了那个医生的名字后 重伤的伊登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可能就是她约黄阿姨见面的原因吧 行警老郑总是敷衍黄阿姨 她更不相信一个医生竟是害死允耗的凶手 于是黄阿姨只能靠自己继续追查 从医院那获得了金鹤珠的地址后 黄阿姨听邻居说她下午就拎着行李出门了 她悄悄前进了金鹤珠的家 还找到了一本解剖学书里面夹着的一大堆照片 不难看出这些全都是受害人的照片 其中就有黄阿姨的儿子允耗 她把这些证据拍了下来发给了行警老郑后 通过监控查到了金鹤珠乘坐的出租车公司 然后联系到本来应该今天晚班的司机老梁 再加上各种超能力的加持 终于查到了金鹤珠今晚打算从木浦港偷赌 于是黄阿姨找白老板搞了把枪 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儿子复仇的不归之路 首尔到木浦方向就那么一条高速公路 警方已经发现了服务区死去的房车司机 黄阿姨也在半路上遇见了休息站那个好心路人的尸体 老郑刚伺候完上司 转头在新闻中看到木浦方向的这两起命案 查看黄阿姨发来的照片后 老郑意识到他可能真的忽视了一个母亲的决心 老吴在蔬菜大棚的车里醒了过来 杀人狂卷毛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掏出匕首割开了安全带 然后一把把老吴给拖了出来 他随手捡起把铲子打算结果了老吴 却被后背箱里的好心人砸中了右脚 卷毛掏出了匕首又要对好心人动手 老吴爬了起来从后面扔了个板子过来 卷毛被这俩好人气得不轻 他捡起水管一头缠住好心人的脖子 另一头缠住了老吴的脖子 如果老吴不想死 就得杀掉那个只剩一口气的好心人 强烈的窒息感让老吴意识迷离 求生欲使他不自觉拉紧了手里的水管 好心人被拽地坐了起来 可他们四目相交时 老吴又突然恢复了意识 忍无可忍又失去耐心的卷毛拖走了老吴 把他挂到了另一边半空中的铁管上 窒息感再一次吸卷而来 老吴翻着白眼眼看就要断气 铁管突然啪的一声断 刑警老正在医院查到了考试院的大火 也与金赫珠有关 这意味着金赫珠身上的命案又加了九条 于是他带着手下立马赶赴高速服务区 路上另一位同事也发来了调查结果 不仅今晚的所有案件好像都与金赫珠有关 在他家发现的受害人照片全部核实完了 虽然都是以各种意外或事故结案的 但其中有几个人曾经报过案说被跟踪 只是这些孤寡的边缘人不值得注意 当地的派出所也没有上心去查过 黄阿姨听到警察说有个硬闯收费站的出租车 于是先老正一步开车赶往了那个收费站 并在收费员的指引下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他已经感觉到害他儿子的凶手已经越来越紧 老吴心如死灰地拖着箱子走在乡间的田梗上 卷毛铁的心要老吴陪他一起到木铺港 还要他抢一辆车赶紧把他送去 老吴想起了当年他背锅入狱时 妻子曾痛斥他懦弱无能 他不怪丈夫人傻心善 只是不接受他连抗争的勇气都没有 老吴摸了摸腰间偷藏起来的锤子 这一次他要抗争 他要赌上性命向卷毛反击 老吴瞅准时机举着锤头冲了上去 可却不敌这位无痛感和恐惧感的怪态 铁锤被卷毛一把抓住后丢了出去 老吴转身举起沉重的行李箱 将卷毛连人盖箱推下了田梗 眼看卷毛好似昏了过去 老吴转身跑进了身后的树林之中 树林的后面有一间农户 狗狗撕心裂肺地冲他嚎叫 女主人冲出来后看他满身狼藉 被他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无论老吴如何解释女人就是不听 他躲进了仓房大声嚷嚷着要报警 让老吴赶紧离开 老吴既害怕卷毛追来又无奈大婶不相信他 他想起自己身上的那张全家福 于是掏出来从门缝塞给了女人 用轻情打动了女人稳住了情绪 女人说手机在屋里的客厅 让老吴自己去找来打电话报警 老吴接过照片后连声道谢 他冲进了屋里刚找到手机 屋外的狗子又开始了大声狂吹 老吴走到了窗边 看到满身鲜血的卷毛正走向狗 听起来肯定是把狗也给解决了 然后便朝向女人所在的仓房走去 女人拉紧了门把手不断气道 老吴犹豫了一下后跑了出来 老吴一头扎进了包米地 卷毛掏出匕首穷追不舍 老吴借着月光压低声音悄悄前行 却一不小心把手机掉进了小水沟里 于是只好停了下来拆机甩干污水 等他重新把手机组装好开机的时候 旧款手机发出了清脆的开机铃声 老吴来不及拨打报警电话 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埋头乱窜 好在他冲出了包米地的时候 卷毛没有跟上来 趁此时机老吴赶紧拨打报警电话 可他却说不清自己现在的位置 幸好附近有一座电塔 他清楚地说出电塔上面的数字和字母 没一会儿警察就找了过来就回了老吴 刑警老郑也赶到了老吴所在的派出所 正打算问老吴一些金鹤猪的详细细节 此时的卷毛回到了那个农户的家里 他用那根随身带着的断纸 解锁了一不可可爱爱的手机 然后拨通了刚刚从大婶那里问来的电话号码 老吴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心烦气躁地看了眼就给挂断了 电话再次打来的时候老吴仔细看了一下 尾号0807这么眼熟 应该是女儿盛美的手机号码 老吴